宁静凭什么敢在浪姐中大胆致 采访中标榜自己是一线 因为她那几十年简直是开挂般的成功 21岁获国际A类电影剪影后 24岁得百花 27岁拿金鸡 与她同期的有个姐姐叫龟丽 在她之后有个妹妹叫张子怡 90年代一初宁静还只是一名动画师 后来因为外貌过于出众 就被建议去拍广告 当时她的广告火到什么程度呢 在月圈工资几百块的时候 宁静已经成了万元户 将老天爷自此开启风神之路 1994年22岁的她 已经在营潭摸爬滚打了四年之久 演技也愈发自成一派 急需用一部作品紧上天花 所以没过多久 宁静便淹落得一盆冷水 1996年 事业如日中天的宁静 突然选择放弃所有 原赴美国与保罗赏婚 但也是因为这个人 让她承认自己生平第一次说了谎 两人相识于红河谷的片场 她对她一见钟情 那一年 宁静24岁 正是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 但她恨嫁 因为长相上太过于招摇 也因为性格上锋芒病露 所以喜欢她的人不少 但敢娶她的人没有 而保罗求婚的时候 宁静正处于为姜文所伤的控装妻 便报复式地接受了 第二年的情人节 他们在洛杉矶的教堂里举办婚礼 在家待了几个月后 宁静发现 自己并不愿意被家庭捆绑 所以在雷娜还没满一岁时 她选择为自己而活 回国拍戏 1999年 重归影坛的宁静和老公保罗 二打了《混合决恋》 这部影片 让宁静斩获了20世纪 最后一个金金奖影后 也成了夫妻合作的绝唱 都说 伊丽恋固然有距离 但爱没学过定理 可真正放到现实生活中 跨过的爱情不堪一击 直到后来 宁静在节目中坦诚 婚礼完走出教堂大门时 看到陆顺基天空 飞行伪计的粉红金 我坚信自己不爱她 在离婚后 专心搞事业的宁静 突然发现 电影圈金石不同往日了 色小花旦的崛起 让她倍感压力 但宁静不甘心 便毅然决然地 进军电视圈 完全没有增加身价的纠结 相庄秘史中 创造了宁静之后 再无大悦的神话 杨文女将的孟归英 巾巾不让徐梅 那或许是风投贪胜 宁静的性格饱受够 我拿第一步向成团 宁静这句浪解成团 夜上的怒吼 不仅成功给自己松声热搜 还在后台采访中 毫不配合 与黄霖明真暗斗的互 让一众吃瓜网友 看到直呼过瘾 之后2021刚开年 又在舞台首秀后 宣布无价真解散团 原因只是 因为自己觉得累 不想跟他们跳 然后今天愉快 同学大家今天是散团 因为要组团是很难的 因为我还要重新去 跟大家编舞干什么 我觉得这个 我没有经历 所以我不再想 跟大家一起 再去共同舞台跳 丝毫没供给 其他人耗费的心血 与节目设定好的期限 真是无愧于那句 感悟有万丈光芒 但随着耿直 霸气等嘴捧而来后 不少质疑宁静的阿平 也前铺后进 真性情诱惑目中无人 在娱乐圈 她是出了名的敢说 敢结行业黑幕 有的导演连分镜都搞不懂 却还能混到风生水起 改女王发言 90年代除了巩俐 所有的大片都是她在拍 你曾经说过一句话 你说除了巩俐 你没有别的竞争对手 现在还是这么说 你当时真的把巩俐 当成竞争对手 没有 这样的宁静不好惹 但在圈内 人缘却成不上坏 因为她对真心之交足够仗义 电影人陈月威订婚 作为好友 宁静直接送了订婚戒指 张国荣更是欣赏她的心力与大胆 两人合作的新上海滩 至今还深受喜爱 对爱恨直来直往 意图为快 并是宁静为人处事的风格 在上海戏剧学院 读金修班那会儿 有导演看中了她 以事性为名 把她冤出来吃饭 其间动手动脚 她都能将导演推到墙上 大骂滚 虽然最后滚的是自己 神经的机会也泡汤了 但她绝不忍气吞声 这也是入圈20多年 没人敢潜规则宁静的原因 她活得帅行 因为原生家庭的影响 所以脾气格外火爆 她爱演戏也会演戏 但哪天演得累了 想回归家庭也能毫不犹豫 无计得失 不计名利 全理好片子越来越少 姐就去上综艺 没自尽身价的顾虑 然而当你觉得她不爱心羽毛 不真心自己形象时 她还相当敬业 自己在家几天不洗脸都行 上节目就非常在意形象 虽然很狂 但是年轻不像郑爽疯癫 不像杨幂深藏不露 更不像范冰冰无法把扣 因为有实力的她 明白是 鬼主走一走 活到九十九 小野陪大家永远天长地